开路 路和同春 斗饼回银 一元赴使万象 更新 接探餐 马年快乐 给大家拜年 恭喜发财 就知道这个录像是多么的骗人 今天这条录像 说到网上去的时候 应该是大年三十 应该是除夕夜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马年大旗 马上发财 咱们的书 正说到热闹的地方 当然了 虽然书是搁的 除夕更新 但是这个故事 里面难免有死亡 你别忌讳就行 那么几句弦言 书皆前文 皆演西游记 上回书 给您说到 宋空诸葛界 大闹碧波谈 把这个万圣老王给打死了 老龙王这一死 九头驸马抢回尸首 到水府之中安排后事 书且不提 那么宋空和诸葛界 在碧波谈边 两人正商量 要再下水府啊 把九头驸马引出来 两人正这儿磨砰 正会儿攻会儿 乌云滚滚 乌腾腾 狂风大作 一队神将驾云而来 路过此地 正是二郎显胜真君 诸葛界上前拦住二郎神的车架 告诉二郎神 我家大师兄啊 想要见您一名 二郎神传下旨意 暗下云头 就在山上 就在山上安营下寨 请大圣过营一续 那么梅山六将 就在这山头 乱石山头 安营下寨 营寨扎好了 朱介把自己的大师兄请了 二郎哥 去吧 是恩是愿 您得见一面啊 我把车架已经拦下 二郎显胜真君有话 让您营中一许 八戒 头钱带路 白谱 谁让你当初是大胜 朱介 头钱引路 把宋宫 带到二郎神的宁寨之外 离这个圆门啊 还有多距离 宋宫眼见 一眼就瞧瞧 二郎显胜真君 站在圆门以外 梅山六将 在身旁 公后 宋宫一瞧 当年的仇家呀 现在 没办法 要上前见他一见 万一 他肯出手相助 这是一场机会 啊 宋宫迈不上前 宋宫还没说话呢 这个二郎显胜真君 也看见宋宫来的 二郎神呢 通通通往前 抢行了几步 啊 大胜 大胜 别来 不要嘛 嘿嘿嘿嘿 真君 真君 真君大人 风采依旧 不减当年呐 哎呀 大胜 温廷大胜 解脱苦难 保护师父 前往西天败国取经 如今 马年就要到了 大胜 马上成功 功德圆满 假作连台 修得正果今生 可喜呀 可贺 哎呀 真君 此话从哪里说起呀 西兰老孙 虽然脱离苦难 归于活门 保护师父 天取经 说什么 马上成功 功德圆满 恐怕马年成不了了 什么时候 能够修成正果今生 再说吧 这一路之上 妖怪太多呀 慢慢走 慢慢除吧 哎 真君 我让八戒拦住真君的车架 真君啊 不要怪罪 俺老孙 保护师父路过此地 并见妖魔 正在束手无忌之侧 探险 真君到何 过儿拦住车架 真君 不怪呀 打上 此处 是何所在 有什么妖怪 有什么妖怪 二郎神刚一问 身旁边 没家六兄弟 大哥 您忘了 这地方 乱石山 碧波坛 万圣老龙 在此 一家居住 哦 二郎神一听 万圣老龙 主家兄弟 大圣 我久闻此万圣老王 从不生事啊 怎么 会犯到大圣手下呀 哎 是怎么这么回事 孙悟空 把以往的经过 又一时诉说了一遍 坏就坏在 这位万圣老龙王 这个女婿身上 偷到佛宝 如今呢 就在碧波坛中 我们哥俩 刚才已经打了一仗 万圣老龙王 已经死了 正打算的 再入水浒 再去叫战 正赶上 真军您的车驾到 这才把您拦下 既然如此 大圣 天鹏帅 老龙已死 这叫群龙无首啊 正好趁此机会 潜入水浮 灭他的满门 夺回佛宝 这不正是机会吗 朱伯介一听 哎 你怎么跟我师哥一样 真军 天晚了 我已经 下期一回 再者说了 我饿呢 真军 这有什么办法 没劲呢 天鹏帅 食量 依旧如此好啊 那是 变成这个形状之后 饭量越发的好聊 真军 腹中饥饿 天色已晚 再说吧 大圣 天鹏帅 龙家兄弟 既然如此 我与大圣 多年未见 五百多年了吧 今日相见 不如就在我的迎债之中 舍白酒宴 你我 虚谈虚谈如何 哎呀 有劳真军 不过 真军啊 如今 我们已是出家之人 归以佛门 恐怕 这酒肉 昏食 宿宿说的一半 二郎神 把手一摆 大圣 天鹏帅 我营中 也有素食啊 此一番 我带领 众家兄弟 出外打猎 打猎而回 路过此地 虽然 有的是猎物 可是 随身也带着干粮 带着素菜 我们随时可以做些酒饭上来 酒有素酒 饭有素饭 二位 不必担忧 就在我营中一叙 二郎神 挺客气 把宋空朱博戒 让到营中 来啊 在帐中设宴 宋空一看 真军 不必到帐中了 今天天气不错啊 就在营寨以外 点上篝火 咱们篝火晚会了 这多舒服啊 席地而坐 好 二郎神传下 将令 就在大帐以外 山头 有一块 平坦之处 木天席地 架上篝火 另外 准备紧入 扑在这个篝火周围 二郎神 落座 上垂手 坐着 孙悟空 多佳 下垂手 眉山六兄弟 依次相陪 大家伙 团团围坐 一伙公伙 有婚有素 久艳齐备 大家席地而隐 这会儿公伙 再一看 天上 月光 皎洁 星旱 璀璨 而且 天朗 气清 特别的舒畅 架上篝火 烈火 熊熊 二郎神 和孙悟空 就在这个火堆旁边 木天席地 搁几个推杯 幻展 你吃你的荤菜 我吃我的素菜 各吃各的 但是呢 这酒都是素酒 没有羊肉酒 搁几个推杯 幻展 二郎神一看 二位 归一佛门 这酒还是可以喝的呀 我怎么未受酒界 还是可以饮几杯 那好好好 来来来 畅饮几杯 二郎神 带着眉山六兄弟 和孙悟空捉戒 木天席地 推杯幻展 畅饮开怀 五百多年前 那一场恩怨 叫一笑闻恩仇 那 兄弟几个人 一边吃 一边聊 一边喝 一边说 越说越高兴 越说越投机 二郎神一看 大圣啊 从今往后 咱们不必这么客气 又是大圣 又是真君的 听着怪别扭 大圣 不如你我 弟兄相称啊 真君 您多的年纪 哎呀 我也算过来了 我呀 应该虚掌 应该虚掌你几岁 好吧 孙悟空一想 张忽赢过我 哎 行了 大哥 贤地 兄长 这哥俩越说越高兴 朱伯介 背背背 尽 尽 在旁边 也替这哥俩高兴 这一晚上 吴叔 一直喝到天光放亮 好家伙 朱伯介 微微微的有这么点醉意了 嘿 这酒劲上来的 朱伯介一看 天光放亮 东方献出 鱼肚白来了 朱伯介 冲一下站起来 大师兄 大师兄 他哥 哎 几个呗 我也吃饱了 喝毒了 如今 带老猪 再下壁锅坛 我呀 灭他的满门 孙悟空坐在这锦路上 八戒 别说大话 引出来就行 好哥 放心吧 带老猪前去 朱伯介扛着自己 上保身心爬 卖大户 蹭蹭蹭 离开二郎上的营寨 一猛子 就扎进碧锅坛 直入水底 扛着大耙子 来到这五彩琉璃牌坊外 往李正一瞧 里头啊 带号屏风 都打算 都撤了 山坡树也打歪了 上次挂的红灯笼 全都给撤了 这会儿功劳干嘛 全挂白灯 五彩琉璃牌坊上 满都是白布 全给包起来 里头办丧事 大殿之上 停着万诚老龙王的尸体 再一看 尸体旁边 趴着一位 放声大呼 父王啊 你死得好惨啊 我舍不得您啊 竹子也一瞧 万圣老龙子子 浮尸痛哭 周围也没人 大家伙都在耗子忙了 料理丧事 竹子一看 正是机会 灭足前处 可就近来了 到了大殿之上 这位龙子一点都没听见 趴在自己父王 尸身之上 叫龙子呢 放声大呼 朱不见 把自己尚宝圣巾 趴举起来 一看 这位龙子 趴在父王尸身之上 淘淘大呼 把尚宝圣巾 趴一举 在这儿 这一耙子 整是这位龙子的后脑袋 这一耙子下去 好几个哭 没那么宽脑子 有那么三四个了不起了 这位龙子 就算交代在这儿 朱不见一耙子 把龙子打死 上宝圣巾爬 正从这尸体上往下摘你 后面哭声大作 谁来了 龙婆和这龙孙 这孙子 老奶奶出来了 一边走一边哭 这正擦眼泪的迈步 来到前厅 一看 刚才进去到后的料理后事 前厅停一个尸首 这会擦眼泪 要俩尸首 旁边这野猪 就往下摘耙子 哎呦可了不得 吓得这龙孙 掺着这龙婆 惨吊一声 了不得了 这野猪要回来吧 仨脚如飞往后的跑 后边九头鲁马 在后的一听 好 就知道朱不见又回来了 在后边 把万圣公主安置好了 你可看好了咱们的宝物 这位九头鲁马转身形 逼着自己月牙产 等前头来 跟我一起 看见谁了 看见那龙孙子 这龙子死在那儿了 老龙王也死在那儿了 家里男丁不多了 就剩这一龙孙了 九头鲁马一看 跟我一起唱 这龙孙子炸着胆子 跟在九头鲁马身后 一看朱不见 好你个野猪 三番两次搅闹水斧 害我家中人的性命 拿命来 月牙产 奔朱不见而来 朱不见 跟这个九头鲁马 还有这龙子 打了几仗 行嘞 我的职务 是把你引出去 说这大话 我也胜不上了 得嘞 打了几仗 虚打一周 转身就跑 这龙孙 在后子跟着 九头鲁马 也在后子 两个人一前一后 跟着朱不见 又追出来了 朱不见在前头 低了自己 上到神经爬 封开水路 拂波塌浪而来 一出水面 几位 上 这位知道 好几位在这 二郎显胜真军 带着梅山六兄弟 还有孙悟空 半云半雾 就在碧波台上 围了一个圈 各时兵任 在这挡着 诸国界一上 列位 上 就知道后面准有人上 孙悟空 举着这 金箍铁棒 几位 别着急啊 我上回就是太着急 孙悟空那刚嘱咐完 别着急 水浪一分 龙孙上 这龙孙刚一露头 二郎显胜真军 还有梅山六将 带着自己手下这些神兵 刀剑并去 把这龙孙 剁为极端 下午年说这个 多吉利 这龙孙 也算交代在这 九头驸马 紧随其后 刚一露头 这几位在岸上 正剁这龙孙 九头驸马 刚出来 这一看 上面 好多神兵神将 围着 这位九头驸马 就是往旁边 陷 献出自己的本相 就知道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准是孙悟空 请来帮手 刚一出水面 救世一滚 就在这水瓶上 自己这本相又献出了 翅膀一斩 噗嚷一下 一丈二 这只大鸟 贴着水瓶就飞起来 二郎显胜真军 一看也吓一跳 什么样的怪物 二郎真都没见过 二郎真一看 哪里来的 这样凶恶的怪物 刚要 打这个九头鸟 再一看 这张九头鸟 张着翅膀 一磨身 噓 好厉害 转着 奔着二郎神而来 二郎神一看 啊 敢抓我 二郎神的 抽筋弓 安银弹 公开如满月 淡出四流星 这一颗银弹 奔着九头鸟而来 这九头鸟 一展翅膀 噗嚷 躲过去 一打球又回来了 翅膀一掌 这个翅膀里面 腰这个鸟 那第十个头鸟 那第十个头鸟就出来了 奔着这二郎神 翅膀 一舒展 翅膀下面 这第十个头 血嘴一张 奔着二郎神又来了 二郎神往旁边一躲 这会儿 这会儿公伙 就听见二郎神身边 有个动静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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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声 犬吠 二郎神身边 这只细犬 一蹿而出 这只鸟啊 翅膀张开 翅膀下落 这第十个头 张着血盆大头 正准备 抓二郎神 二郎神躲开了 这只细犬往前一蹿 咔 正好叼住这第十个脑袋 这只细犬 张嘴 把九头鸟翅膀下面 这第十个脑袋叼住了 一使劲 咬死了 这只九头鸟 一震翅膀 噗隆 往起起 这只细犬往下坐 鸟往起飞 狗往下瞪 被第十个脑袋 保护住 咔嚓 把这翅膀底下 这第十个头 就咬断了 从脖子里 滴滴答答往下流血 这只九头鸟 一震翅膀 忍痛而逃 奔正北方向 就逃去 二郎神 吩咐眉山六兄弟 要追 送空一拦 大哥 穷靠 莫追 找回佛宝 要紧 想着怪物 被你的爱犬 咬下了一个头 恐怕 凶多吉少 您呢 放他去吧 不必追了 您看西游记写的这样 这是元凶巨鳄 最坏的 坏事就坏在这九头鸟身上 结果呢 把他给放好了 这老龙王 一家子龙子 龙孙 全干了 也有符合了一个地方 但是这九头鸟跑了 二郎神感慨了一句 放他逃去 恐一换于后世 西游记上写 后来留下一个九头滴血之虫 就从这来的 但是 列位 必须给您说 西游记写的这一段 说这九头虫 作怪 包括这第十个脑袋 包括最后被狗 咬下来一个头 剩九个脑袋 这都不是瞎编 都是有根有据 是有典故的修记 好的小说 大名著 写的这儿 绝不胡来 包括前文书 我跟您说 孙悟空在天庭之上 有个官职 叫毕马温 编这个官职 都是有来路的 都是有典故的 过去古人写东西 无一字无来历 很讲究这个 孙悟空的毕马温 直接来源于 贾思协 秦民药术 这个前文书给您说过 那么说到这九头虫 这九头虫的这 第十个脑袋 怎么回事 其实也有典故 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就想 这个东西一定有来源 好在你家里有几本书 去查了一查 那天我还发了个微博 我说我终于找到线索 就我家里有一本书 是唐朝人写的 这个书还是老本 是我买的 我在琉璃厂古籍书店 买的民国时候 实印的一个现装书 叫 有阳杂族 在这有阳杂族 这唐朝人叫 段成士 他写的 我就想到 以前我看这个 有阳杂族的时候 我记得里面写过各种 神奇诡异的东西 那我就查一查 也许这个书里面 会有点线索 那天真让我查知道 段成士写的这个 有阳杂族里面 就记载了一条 叫鬼车鸟 他说这个鬼车鸟 此鸟 稀有十手 能取人魂 后 有一手 被全所侍 这个侍就是咬 就吃的 被吃的咬断了 那么就说 这个鬼车鸟 俗称叫九头鸟 这是段成士 有阳杂族里面记载的 那鬼车 他说当初 这鬼车鸟 有十个脑袋 而且呢 这个鬼车鸟 能取人魂魄 反倒人的家里面 能夺人的魂魄 特别的不吉利 那么这个十个脑袋 其中的一个 被狗给咬掉了 只有枪子 没有脑袋了 至今滴血 就 见到这个鸟 这个鸟就是九个脑袋 然后一个枪子 这一个枪子里面 叮叮喳喳往下流血 凡是这个血 滴到谁家 就有凶险 而且说这个鸟呢 还有更古老的记载 就是段成士写的 有阳杂族里面 记载说这个鸟 当初 他提到的一本书 那我就找不着了 这本书 也许在座 诸位哪位 这有高人啊 您得找找 这本书叫白则图 据说这个书呢 跟山海经啊 差不多 早期也记载 这个神怪 而且这个白则呢 据说啊 是独角 白羊 这个动物呢 能说人话 他呢 跟皇帝啊 说了很多奇异的动物 说了很多神异的动物 然后呢 就被记录下来 叫白则图 然后段成士写的 这个有阳杂族里面 就说白则图里面 记载这个鬼车鸟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苍鱼 所以这位 刚才我给 这位九头驸马 起名字叫苍鱼 逼人是有点故底 这个白则图 不像山海经 山海经还留下来 白则图 据说是失传了 所以另一位 你不用费心上 但是这个 段成士说 在这白则图里面 管这个鬼车鸟的 叫苍鱼 还有其他的名字 那么 后来我再查着呢 还有别的书里面 也记载过 宋朝人 那 有一个人 这个书里面 这个人叫周密 那 他的书里面记载 也有一条叫鬼车鸟 说这鬼车鸟 俗称九头鸟 这个跟段成士都一样 而且他提到了一个 他说有人见过 这就很神奇了 而且他写的有鼻子有眼 年代都说出来了 说纯西年间 你要查一查呢 南宋孝宫的年号是纯西 说纯西年间 有一个人叫李寿翁 镇守长沙 在长沙这儿当太守 在这个当太守的时候 他听见这个九头鸟的声音 而且这九头鸟的声音呢 特别的难听 段成士的有洋杂图里面 就说他声如利车鸣 所以我刚才说 他那个叫声啊 就像那个车轴动起来 那个嘶嘶的 那种尖锐的声音一样 很难听 天音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见他的声音 结果这位周密 在自己的书里面 就记得纯西年间 这位李寿翁镇守长沙 据说他就听见这个声音了 他觉得 而且是半夜时分 听见特别的讨厌 叫人的叫的这个 特别的惨 特别的难听 他呢就逆为这种鸟 于是呢 就让自己营中的这个兵士 去射杀这个鸟 结果真让这李寿翁 手下的兵士 给逮着一只 见重其身 射下了一只鸟 而且射下了这只鸟 李寿翁看见 说 就记载在这个周密的这个 这个书里面说 这个鸟什么样呢 身体很圆 而且呢 十斗还促 斗就是脖子 十个脖子 还促 围在一起 十斗还促 起酒有手 就十个脖子 围在一起 九个脖子上面有脑袋 其一独无 一个没有 滴血至今 如是所传 而且 逮着这鸟 在第十个脖子上面 没有脑袋 还往外滴血 就跟传说中的一样 这是古人记载的 而且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里面 也记载一条鬼车鸟 也是这个九头鸟 所以呢 您可以 到合适的地方 您去找找 万一您找着呢 您拍张照片 发到微博上 估计您这个点击率 这个分子量 就蹭蹭的往上算 但是古人记载里面 反正说的就是 有鼻子有眼睛 好像真的有 这么个鸟一样 但是真有没有 才不知道了 可是 西游记里面 写的这一回 九头虫作怪 这位九头驸马 最后这脑袋 第十个脑袋 被二郎神的戏犬 给咬下去 都是有点故 有来路的 它不是瞎编 而且二郎神这戏犬 当然您就知道 好像有个名字 叫笑天犬 可是西游记里面 没有写 它叫笑天犬 我看上去 二郎神这个 宠物 就出来过两次 一次是咬 孙悟公 一次是咬 这九头鸟 都叫戏犬 反正没有笑天犬 的名字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笑天犬的名字 大概是从别的书里来的 那也许有另外的神怪物 我就不爱看了 所以呢 这个您自己回去再查 那么这个二郎神的戏犬 把九头鸟 咬下了你的脑袋 这只九头鸟 腹痛而去 向北而逃 最后 大概遗留后世 逃到哪儿去了 就是逃到湖北 这个 那就不得知了 而且您要说后世 说的这个书里面 有这个雪滴子 我不知道编的时候 是不是跟这个 滴雪的这个鬼车鸟 或者这个九头鸟 有什么来路 您都可以去查 去 很好玩 说到这儿呢 给您批这么警句 那还得回来说的很正书 九头鸟马 复伤而逃 跑了 宋空一看 大哥 不必追了 夺回佛宝要紧 二郎神 止住梅家六九地 不要追赶 宋空一看 八戒 你呀 跟我一起下去 我 变作这驸马的模样 你在后面追我 猪哥姐点点头 行嘞 您变成人家老公的模样 骗宝 不是一回俩回来 这个您有经验 您在前头跑 我再后面追 师哥 走 孙空摇身一变 变成 穿白挂住 九头驸马 苍鱼的模样 手里面 金箍棒 一晃 变成月牙铲 面分水诀 一头 扎入水底 诸布列再后的 抡着九尺钉耙 假意追赶 九头鸟 你这个妖鬼 哪里跑 一前一后 我就进了水府 进五彩流利牌 到后面 公主 公主何在 公主 何在 万圣公主 在后的 一听了 自己丈夫的声音 转身出来一看 啊 驸马 圣父如何 哎呀 公主 快快快 那 宝贝何在 那野猪 又追来 半生 公主一叫 驸马 您这等着 一转身 到自己的寝宫之中 拿出两个小盒 一个是白玉的小盒 一个是赤金的小盒 这两个小盒 落在一块 拿到这位 假的九头驸马面前 驸马爷 佛宝和九夜灵芝草 在此了 您看 孙悟空 变成这九头驸马 把自己月牙层 交在左手 右手一掀杆 白玉的小盒里面 一颗舌粒子 朔朔放光 把这白玉小盒 放在旁边 一看 赤金的盒子里面 是九夜灵芝草 两个宝贝 都拿到 孙悟空 把这两个小盒 一落 公主 交由我吧 两个小盒 往自己回中这么一抱 把头这么一晃 公主 你看 我是你的亲老公啊 这万圣公主 刚把这两个小盒 交给自己的丈夫 一看丈夫说话 再一抬头 毛脸雷公主 你是师人 我 我乃七天大圣 孙悟空师爷 孙悟空抱着两个小弦 转身就走 这会儿公主 朱伯介从后子赶过来 这位万圣公主 你也呆呆发愣 正这儿发愣的 朱伯介迈速进来 在这儿 这一耙子下去 哎呀 可惜了一大美女 身上有好几个屠龙 一耙子下去 把万圣公主也给打死了 尸身 倒在一旁 这龙婆听见声音 龙婆麦不风 耗得出来 嗨呀 读不接一看 怎么着 上保身心爬一举 奔着龙婆也来了 孙悟空一看 八戒 慢着慢着慢着 留个活口 回去面见国王 好交纸啊 好好好 忧他的性命 朱伯介 上保身心爬在背后中一背 一伸手 砰 把这龙婆 拨领的给攥住 走走走 回去面见国王啊 孙悟空 抱着两个小侠 这两件宝贝 拿到手了 朱伯介 你去交纸 你去交纸 我兄弟 会灌江狗去了 大哥 不随我 到国中一去吗 二郎神 把手一摆 驾云而起 带着梅山六兄弟 自己手下的神兵神将 驾阴千拳 离开乱石山 碧波坛 回自己的灌江口 这个咱们书不细表 宋公出个界 拿着两件宝贝 带着龙婆 驾云而起 回转季赛国 这是第二天了 到了国中 来到皇宫之内 季赛国国王刚刚升殿 一看 二位活菩萨 昨天早的 今天就回来 好快 宋公 把两件宝贝 往龙书岸上一放 陛下 请看 积赛国国王一看 丢了一个拿回俩 这一件事 此乃 酒业 灵芝草 有思草 温养之舍利 此舍利 千年不坏 万载长鸣 记载国国王点头 高兴 太好了 哎呀 来 光祝寺 白夜 再吃一顿 款待两位圣僧 奇功一见 佛宝环朝 宋公一看 吃饭不忙 吃饭不忙 陛下 将舍利子 安放到宝塔之中 再吃饭不吃 另外陛下 我师弟 现将龙婆抓来 这位国王一看 诸布剑 薅罗领子进来 哦 这就是龙婆呀 会说人话吗 陛下 修炼多年 不会说人的话 把这龙婆带到龙叔案前 一五一十 又把以往的经历 审问了这么一遍 这龙婆不敢说谎啊 把自己家中所犯的这些事 在记载国国王面前 当着满朝文武 又诉说了一遍 龙婆 如何处置你 得听几位圣僧子呀 圣僧 这怎么办呢 陛下 带着龙婆 您跟着我 先到金光寺 安放舍利 再处置于他不吃 国王传下旨意 满朝文武 另外 传旨到金光寺 金光寺的僧人准备好了 要安放舍利 满朝文武 陪着济赛国的国王 唐僧师徒四人 孙公在前 捧着这两件宝物 离开皇宫 本金光寺 金光寺的僧人 在山门外跪街 哎呀 多谢几位圣僧啊 喜雪冤屈啊 孙公 拿着这两件宝物 来到后头金光塔下 孙公把这两个盒子打开 先拿这酒夜灵芝草 师父 您拿调出扫塔呀 扫不干净 您看我的 拿着这酒夜灵芝草 拿着灵芝草 从塔的第一层 一直扫到 第十三层上 酒夜灵芝草 这一扫 再看这个 金光塔呀 光洁如新 被血雨污染的地方 一概都看不见了 而且 扫过之后 一尘不染 扫完了十三层宝塔 再从这白绿小盒里面 请出舍利子 到第十三层顶上 金光银果 宝瓶之内 先把九叶灵芝草 放到宝瓶底下 然后把舍利子佛宝 安放在九叶灵芝草上面 用这草 瘟养着这颗舍利子佛宝 然后把宝瓶 安放在十三层宝塔顶上 安放好了 再看这座金光塔 瞎光万道 锐彩千条 重见光明 那位多吉利 您到马年 金光大作 重见光明 佛光普照 把这舍利子安放好了 孙悟空下落 陛下 这龙婆 不必要她的性命 就将她 锁在这塔新柱上 让她永远看护佛宝 您要是去过塔 您要看这塔 很多塔的造型 千奇百怪 有一种塔 我去过的塔 比如说 离到不远 河北正定 那个古城里面 有好几座塔 其中有一座塔 可以登跳 楼阁式塔 这个楼阁式塔里面 中间 有一个塔柱 叫中心塔柱 金光塔 也是中间有一个塔柱 前两天 我去苏州 孤苏城外 寒山寺 寒山寺 新修了一座塔 可以登跳 登上去 我一看 中间 一个木头的塔柱 中国有很多塔的造型 中间 是有这个塔柱 但是有些造型 不见得有 比如说您去西安 大慈恩寺 所谓大雁塔 也可以登跳 但是那个砖塔 中间没有中心塔 一层一层上去 而已 还有的塔 比如造型奇特 北京有一个塔 下面是一个 像那个和尚 讨饭的那个波 扣过来 上面安一个塔柱 富波式塔 北京有两个最著名的 离这最近 白塔寺的白塔 北海的那个小的白塔 这个都属于富波式塔 再有一种造型的 你要看 北京也有 下面一个基座 上面有五个塔尖 叫金刚宝座 离我家不远 俗称叫五塔寺 精雕细刻 很华丽的一座 金刚宝座塔 再有常见的 就是楼阁式塔 这是中国人的创造 把中国原本的楼阁 和佛教传来的塔 结合在一起 变成可以登跳的楼阁式塔 比如说最著名的 杭州 乾塘江边的六合塔 可以登跳楼阁式塔 那都是这种样子 那么我去过的很多塔里面 这个尤其是楼阁式塔中间 有中心塔柱 孙空一看 这座 十三层金光宝塔 中间有塔柱 就把这龙婆用铁链子拴好 锁在这中心塔柱上 让这龙婆献出本相 龙盘在这个塔柱上 永远守护佛宝 另外孙空 面动咒语 换来金光寺当地的 前来和土地 让他们看着这个龙婆 一旦 这龙婆 有不轨之心 要她的性命 但是 如果这龙婆在这 看着这个舍利子佛宝 一日三餐 不要赏了她的 让她生生世世 再次看护佛宝 都煮不好了 既在国家国王 千恩万谢金光寺的僧人 也是跪倒在地 磕头啊 感念四位圣僧的恩德 孙空一看 陛下 我替您寻回了佛宝 降服了 毕波谈攻的龙王 陛下 我劝您一句话 这座金光寺 名字有点不大好啊 金虽然不错 但是光 乃是流动之物 不能长情 不如把这金光二字去掉 将金光寺 改为福龙寺 将金光塔 改称福龙塔吧 权益生僧啊 这位 济赛国的国王 当时就在金光寺 现在改称叫福龙寺了 铺好了纸提及笔来 欲比钦蹄 赤剑护国福龙寺 改名了 换贬 四名字换了塔的名字也换了 福龙寺 福龙塔 龙婆看守佛宝 济赤剑护国的国王 如何答谢这四位圣僧啊 多准备金银财博 风风声声的酒宴 多准备几桩 这位胖大的法师能吃 酒宴可以吃 但是金银 三藏法师 把手一摆 金银财国一袋不收 金银财国的国王 你看金银不要 这一路西行 衣服鞋子总是要的吧 多准备几身 僧腐 僧鞋 僧袜 这是一路上需要的东西 给每位圣僧僧 多准备几套 另外准备一些干粮 戴在身上 一路好用 这个不能不收了 三藏法师 把济赤国国王 准备的这些东西 让弟子收下 戴在行囊之中 然后济赤国国王 就在通关蝶纹之上 盖上了济赤国的玉玺 捣换通关蝶纹 签证 开发 可以过关了 把这通关蝶纹 交给三藏法师 记载国的国王 带着满朝文武 现在叫浮龙寺 浮龙寺 何字的僧人 相送唐僧师徒一行 出了城 走了二十里地 三藏法师一看 陛下 回去吧 送君千里 终须一别呀 不老陛下远送 浮龙寺国的国王传下旨意 文武带送离城 文武带送离城 国王 回去了 文武又送了二十里 福龙寺的僧人 福龙寺的僧人在后的 还跟着 离城四十里地 三藏法师一回神 列为官长 请回 诸位法师 回寺去吧 不老远送 文武官员 也是何时 拜别 既在国 满朝文武 回转 国都 福龙寺的僧人 还跟着 何寺的僧人 又送 又送了二十里地 离城六十里地了 三藏法师一看 诸位法师 回去吧 一路西行 路途遥远 送到什么时候 是个头了 几位法师 不要送 回寺修行去吧 圣僧 我们跟定了您了 您呢 走到哪 我们跟到哪 我们不是送行 我们要跟您一起 到西天取经 三藏法师一看 这 这多闹得很 这么多和尚跟着 我们这四个 就够炸眼了 一路上得吸引 多少腰位 哎呀 这位法师 圣请我心灵了 这位法师请我回吧 我等候登城上路 圣僧 圣僧 收下我们吧 我们愿意 给圣僧当徒弟 圣僧法师一听 我又不深 圣僧也我要正切头 这位法师 要这么些徒弟没用 有一个两个有本事的就行了 哎 圣僧 您无论如何要收下我 这福龙寺的僧人 就是不肯离去 舍不得三藏法师 师徒一行啊 说什么也要跟着一起到西天 孙龙一看 单的一座毫毛 放在口中 一嚼 这帮僧人正跟三藏法师教围着呢 收下我们吧 收下我们给您磕头啊 您就是我们的师父了 跟着您一天 西天取经去了 匆匆在旁边 把自己这座毛嚼碎了 冷眼旁观 兄弟你们有什么问题 这也嚼碎了 往旁边这么一吐 说什么遍 这一座毛 嚼碎了之后 往外中一喷 说声遍 每一小截毫毛 变了一只老虎 再一看 往西天大路之上 满是老虎 老虎成了裙了 呼啸而来 奔着三藏法师师徒一行 还有这个福龙寺这帮僧人 福龙寺僧人 正磕头 我们跟着您 这一路上有多少的妖怪 有多少的魔弄 都跟着您 这正说呢 孙悟空喷出这嚎嚎说声遍 老虎 呼啸而来 福龙寺僧人 跪在地上 我们跟着 我们不跟着 末头就跑 老虎来了 磕了 福龙寺和此的生人 吓得四散奔头 被这老虎给吓跑了 孙悟空一看 你只老虎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这还跟着我们一路 起天取经呢 回去吧 福龙寺僧人跑远了 三藏法师一看 快走快走快走 宋公一晃身 把这法术收了 老虎踪迹不见 师徒一行了 继续登城上路 连累 又有新的灾难了 刚说完这两难 塞城扫塔 在一个取宝旧僧 两难结束 唐僧师徒继续登城上路 沿着往西的一个大路 走下去 走来走去 走去走来 突然之间 抬头一哭 了不得了 眼前一座高山 这一座大山 一眼望遭边 山岭相连 层软叠丈 山上隐隐约约 看出路径 可是 有路过不去 未整 荆棘丛杂 满是荆棘杂草藤蔓 互相纠缠在一起 蜜蜜喳喳 把道路 都给五言了 三藏法师 骑在马上 一看 啊 徒儿们 前面 这座高山 如何过去 诸佛界 孙悟空一看 师父 没出来妖怪 您至于怕成这样 这不就一座山吗 徒儿们 你们看 三藏法师 用手一指 你看 这山上 所有道路 但是 都被 荆棘覆盖 除非你我 变成 蛇虫 从下面 爬过去 否则的话 如何能 过得去 你们 有变化 微师 我不会 变化 你们能 变成 蛇虫 爬了过去 微师我骑在高头大马之杖 我怎么能过得了 这一片荆棘蟲 不见一听 师父 您忘了 我使的是什么兵认 您使的是 爬子 对了 这时候正派上用场了 师父 放心 我给您爬子开 这不就过去了 有路就能走 别说有路 没路也能走 世上本来没有道路 咱们走过去 就从路上 开始说 这本来就有路 有点荆棘 咋好 我拿这爬子 给您拢开 您不就过去呢 哎呀 八戒 这一座大山 这么多荆棘 你有多大的力量 能把它扒开 恐怕 八不进 除不绝呀 三藏法师 骑得马上正在发愁 孙公一看 师父 带我一关 电不宁腰 驾云而起 站在半旋空中 手搭梁棚 往下看看 暗下云头 站在师父马前 师父 这一片荆棘呀 一眼望不到边 有多远呢 燕老孙看来 总有千里之遥 八戒 听见了没有 千里之遥 以你师兄的眼力 这一片荆棘 一眼都望不到边 你有多少力量 能除尽荆棘 让为师我过去 这这这 如何得度啊 都怎么过去 三藏法师 骑得马上正在发愁 诸国界 把自己的上保 肾金牌 在手中这么一横 师父 要得度 万一我 再看诸国界 一晃身形 法身高大 诸国界 这身量长了 长多大 二十余丈高 这块头啊 也跟着长 二十多丈 大野猪 掌中这上保 圣金牌 跟着长 这上保 圣金牌 长有三十余丈 逐点 变化成 那高大的法身 师父 要得度 万一我呀 列位 任何一个版本 西游记 我说西游记 我家里面 颇有几个版本 西游记 我查了查 不管哪位古人 评点 或者没有评点 写到这儿 都是这六个字 诸国界说这六个字 要得度 还以我 可是呢 有很多古人 评点的西游记 我也看过 在各个地方 都有评点 唯独在这六个字 后面 没有评点 而且这六个字 后面 没有写 卓言 对 以前我说呢 我经常说 古人评点到这个地方 有两个字 叫着眼 就是希望看官的 诸位听众也好 诸位读者也好 看到这儿的时候 要注意 作者有用意在这儿 但是 任何时候 反正我看过的 这些古人评点的版本里面 诸国界说完这六个字之后 没有写着眼 但是 但是 学徒我提醒您 不是学徒 漂亮 漂亮 我提醒您 您看到这儿的时候 您听到这儿的时候 着眼 您自己着眼 您可记住 诸位诸位说这话 要得度 虚异 这一段书 叫荆棘灵 可是 这荆棘灵 也并不是真的荆棘 是人胸中的荆棘 要想除药这些荆棘 为什么诸位诸位说出这句话来呢 要得度 虚异我 于之 此情如何 谢谢诸位 咱是马年 代说 好 还有上 可灵下 太配合了 谢谢 谢谢